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陪同我南太平洋友邦马少尔群岛共和国总统海妮到台南科学园区参访,场外则有台湾人民共产党,台联台南市党部与高雄齐山天上工等三组团体抗议,由警方安排在陈抗区拉布条,呼口号后集离去,并未影响友邦的参访行程。 警方在距离蔡英文、海妮一行人参访路线有一段距离的南科是中国小部规划陈抗区,台联台南市党部希望邀请蔡总统一起,加入2020冬奥台湾证明联署活动。 齐山区天上工人员在现场拉起国家对不起齐山区天上工,新政府司法没改革正义,做完也是倒等抗议不调,引起路过人车注目。 另外,台湾人民共产党也由总理林德网带领,批评蔡政府两岸维持现状都是骗人的,导致台湾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应该真正落实两岸维持现状,全力判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CYK 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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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